哎呀 队长啊 我吃的吃的不跟我 这跟我没关系啊 没关系是吗 我听人说了 志愿让日本人带走 就是你小子出卖的 你还敢狡辩 我最讨厌的就是狡辩 狡辩 狡辩 队长 我知道解释也没有了 挑进黄河 阿姨 让你喜悦黄啊 阿姨 枪崩了你 信不信 阿姨 枪崩了你 让你去跟儿子志愿当陪葬 你信不信 信哪 信 队长 咱先把大少爷救出来 然后你问他 到底是不是安排不坏的好事 要是安排不坏的好事 那个时候你逼了我 也不止啊 队长 您别欺负了谁的骨 现在 救人要紧了 我们家志愿是因为造反逃走的 现在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 这后果我不敢想 我不敢想啊 话也不能那么说啊队长 他万一 有点希望 咱也得试试吧 实在不行 掉包 掉啥包 说清楚 掉啥包 队长 队长 您这绕着我 说不出来呀 队长 队长 在这里边找个重刑犯 多给他点钱 说他照顾他一家上下 让他去大少爷去死 你这娘的 你听说出的真的多了你 队长